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一 HKG报今天推介跟大家讨论 拜登临下台之前还要善川普一获 批准乌克兰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攻打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为政治目的找全世界来交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今届大选中获胜 成为后任总统将会在明年1月重返白宫 特朗普曾经扬言 他上任后会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战争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早前接受访问时 都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 俄乌战争将会提早结束 可以看到特朗普已经开始为停战做功夫 不过卸任在职的美国总统拜登似乎 不甘心被特朗普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伟人 令共和党得益 于是想要出手妨碍这位政敌 路透社引消息人士报道指 拜登为了回应俄罗斯以北韩地面部队来补充军力 准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扎连斯基过去几个月一直请求美国准使用美国制武器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 但也不获批准 有传乌克兰计划在未来几日会作出首次的远端攻击 可能会使用射程高达190英里的ATACMS火箭进行 如果消息属实对战方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因为美制武器教乌克兰过去攻打俄罗斯的武器先进 或者会对俄罗斯不利 而且用美制武器攻打俄罗斯 无疑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令美俄两国的关系恶化 到时特朗普上任要劝俄罗斯停火就变得困难了 俄罗斯方面作出警告表示 如果放宽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 将会被视为局势重大升级 过去拜登政府一直不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为什么忽然改变态度 难免令人质疑拜登是破冠子破缩 反正自己即将下台 民主党又失势 怎可以让特朗普意气封发 一于在临走前用尽方法去搞破坏 令他上任后接手的都是烂摊子 既然他想尽快解决俄乌战争 就一于将战争升级 大大增加停战的难度 老实说政坛一向比战场更复杂 勾心斗角之士比黑暗更黑暗 想要阻碍政敌是无可口非的 但是这样牵涉到一场战争 火上加油令战争升级 随时影响到更多国家甚至全世界 为了一场丑恶的政治角力 拿全世界来做注码 拜登政府这些选人不利己的策略 认真戴毒 希望涉及战争的各方都要克制 不要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 为自己国家人民着想 尽力烧美战火 为和平出一分力